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裙 床顺用品 连胎 施棉 马绳枝 以前这些是主要的商品 其实那套裙上来有很多东西是要自己弄的 不会工程都弄完 都叫做学卦诗才行 50年代的人想学车东西 学师傅 不是供仪教你的师傅 所以就做小人入行 如果我没有记错 80年之后本地人都没有人入行 即是年轻人计 就算有也有些新年 我们这些小店就落效了 店大欺人他买1000元你都卖不到500元 除非他信你那些是亲手做的 所以就算我的儿子读不到书 我都不想去跟我 做到现在2015年呢 我们有退休打算 就算这些座年份 就正式退出 做得到 我girl Coach 也有了 我认识